前行歸意 呼住三宝 真心怜悯 慈慕眾生 我為道士 法為正道 曾為善女 同為救助 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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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思維 非天之國 這個非天在佛教界以來叫阿修羅道 阿修羅它是六道輪迴之一種 非天在書上講 祝非天從義於苦中 其本性趁天復 彼等因有曲性上 雖去智慧不見地 他們也非常有智慧 但是他們有果報的照案 所以說不見真諦 不能開悟 不能征國 很難征國 非天的住處在徐西山海平那一下 經常有講 由四座城市成為聚光 愚耀曼 妙處可不動 這四座城市 與天界 非天 就是阿修羅所做的地方 與天井之間 除了有一段距離以外 兩處就好像是樓上樓下一樣 所以非天這類的眾生 也就是阿修羅這道的眾生 他們的身形 他們的長相 他們的福報 神通 跟天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天水經常料到 非天中的漂亮的旅行 又能享用長生無老的甘露 受眾風阻 所以非天常常是激活流燒 激活流燒 向天井發明戰爭 我們以前在十五三明五屆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就講到阿修羅 阿修羅他最大的特點就是 好吹 好鬥 好生氣 但阿修羅的男的長得非常的難看 叫吳端正 阿修羅翻譯到的一個 還是叫吳端正 也叫吳朽 也叫飛天 吃飛的飛 就不是天 向天但不是天 之類子 非常的好鬥 因為他非常好鬥 經常深沉悲 所以呢 阿修羅道的男的眾 長得非常難看 非常醜陋 所以他叫吳端正 但是阿修羅道的女的眾 長得非常漂亮 也非常無異 因為阿修羅和天界的眾生 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 天界的很多眾生 就允許阿修羅道的女眾 作為媳婦 哎 這下子把阿修羅的男的善鬧了 嫉妒嘛 就像是 三明飛出了金夢魂 三區的漂亮的女孩 就原家爬香了 三區的男女就起了 這個意思 所以靠 對那個千眾 打鬥 爭鬥 而天眾 你能不享用干物 天眾 和阿修羅 相比之下 天眾的福報 受命更豐足一些 在打鬥 在打鬥的時候 中天神 只要是頭尾段 就國會死 天神 我們說 有王大帝 他們天兵天將 如果在打鬥的時候 傷了 只要是頭尾段 就國會死 這是他們的國報 然後他們用一種藥 叫乾肉 長壽乾肉 拿這種長壽乾肉 抹到傷口 很快就復原了 又健康了 就好了 但是 阿修羅 如果說是 被傷到致命的地方 阿修羅往往 就死去了 因為他們國報 還是有殘 有殘局 就是這個含義 阿修羅 他們的妻子家人 會在同關戶中 建造自己的丈夫 在戰爭中被殺戮的境況 而歸逐於決 你看 每一道每一道不同的仲生 他們的國報被癢 阿修羅一套打仗 套給天打仗 在給天打仗的時候 他們家的妻子和家人 雖然不跟 不隨身 不跟著去打 那麼他們 那裡有一個同關戶 有一個湖 那個湖面上 能行射出 他們的丈夫 在前線打仗 被殺了一個殘境 所以說 非常地被通 成為激怒 本來就是一種夜暴 就是一種煩惱 而 在戰爭當中 被殺入的殘境 那個家人看到的話 那也是非常痛苦 對 昨天我們在私院 去了一個女婿 去的時候 她這個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 受到這種刺激 她跟她丈夫已經問多年了 這一天她帶了她的十二歲的小女兒 要去城市的玩 書架 書架 回來的時候 在路上 她媽媽騎摩托車 給一輛三輪 一車 就是機動三輪 創設以後 創設以後 她媽媽是眼看這三輪的那個車輪子 就是押過去 就是把她的小女兒頭迎戴過去 眼看著她 所以說這個女婿是在這段說的時候 非常痛苦 非常激動 情緒非常不安 暴躁 就說師父 這個事兒 如果不是親眼看的話 那麼 揪心就揪心吧 親眼看 她到現在的網路的那個情況 所以說 當我們親人遭受不測的時候 我們如果眼睜睜地看著 也幫不上行 這將不行 是一場通過 阿修羅人 有阿修羅人通過 非常有智慧 但是一二仗的網立不再見地 不再見地 就是很難見真性 很難震國 佛青上所 與阿漢經說 祝國接觸人間 從不在天上乘坐 所以我們結合起來 請看一下 阿修羅 雖然有智慧 但是由於他 一二仗障礙 或者見尊敵 就很難見信 很難震國 很難成佛 所以阿漢經常想到了 祝國皆出現人間 從不在天上成佛 所以人家是修行方法的最好的一類忠誠 所謂的零定難得 法法難為 就很難以 以阿修羅的解釋 我們不得展開 接下來是各位天賦 來往下一次 尬無淡 的 人 祿 祿 尬無淡 尬無淡 唬無淡 尬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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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光照阿修羅街, 爭鬥此上觀影舊土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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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子放光照亮人間, 生熬名思觀影舊